大家好,大家好,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 先试一下这个麦吧,大家听一下声音怎么样 声音大不大,能不能听到 能听到的朋友扣个1吧,然后我就知道了 因为上一次直播的时候 那个可能这个麦克风没有调好,然后声音特别小 这次应该可以吧,这次在直播之前 我专门调了一下这个麦克风 应该是没有问题吧,声音大小都行吧 好,没有问题的话,现在那个时间呢 已经是8点整了,那么就开始我们 今天晚上的一个分享交流吧 今天晚上我们直播的讲的这个内容 还是跟我们的这个手掌是有关系的 因为我们这个手掌跟我们的这个健康 这个关系是非常大的 通过观察我们的这个手掌 就能提前的预知到我们身体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状况 其实像这个手掌观健康这套课程 就是我现在给大家更新的这套课程 如果你们都学会了嘛 那么平时你们就可以通过观察手上不同的部位出现的一些情况 来预测出来咱们自己身体的一些健康的问题 你看像过去啊,像这个古代的时候 我们知道在古代它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检查的仪器 那过去的大夫 他们给病人去看病,去给病人断病的时候 他就是靠的这个询问呀 望闻问切啊,才能根据这个经验来判断出来这个病人得的是什么病 还有就是像过去的这个大夫 他会通过诊脉 就是诊断我们的这个脉搏嘛 好脉来判断你的这个病情 但是如果让咱们去学这个诊脉的话 像咱们没有医学功底的这个人 咱们去学的话是很不容易学会的 是比较难的 但是相对于咱们来学这个手掌 去观察这个手掌的掌纹呀 包括手掌的这个颜色呀,形状呀这些 那么我们这套课程就容易多了 也是比较好学的 那么我们也知道咱们的这个手呀 咱们这个手掌其实跟咱们人体的这个内脏 包括这个经络还有这个神经 它都是有着这个密切的这个关系的 我们先来看一个图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片 这个大家应该能看清楚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看包括手指上面 手掌心 这些部位跟咱们的这个五脏六腑呀 包括咱们的经络 它都是息息相关的 你看像眼睛呀 咽喉呀 肺部呀 还有这个胃呀 膀胱呀 这些 很多的这个地方 像这个手掌 我们通过手掌 是可以看出来我们身体上 大概也至少能看出来有 一百多种的这个疾病 只要你把这个手掌这些部位 你全部都学会了 把我们这道课程全部都学会了 那么你去根据这个手掌上的一些情况 去看出来的疾病 咱们不说一百多种吧 看出来几十种 是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大家可以就是看一下这个图片 就能知道咱们这个手掌 跟这个健康的关系是有多大了 所以就是你看 就像你看这个手掌上 它给了咱们这么多的一些 疾病的这个信号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信号呢 也算是能够防患于未然吧 就是及时的去进行自我的一个调控 预防这个疾病的发生 像我们的手掌呀 其实是可以称得上 它可以是咱们生命的第二张列 就是这个称呼真的是一点都不假 真真是有很多的疾病 在我们的这个手掌上 你都是能够观察出来的 你都是能够看出来的 那么这个掌纹的这个诊病依据 大家是不是就有一些明了了 是吧 你看像掌纹的形成呀 和这个变化呀 都是与我们手部的神经系统 还有这个血液循环 它都是有着密切相关的这个关系的 手掌上 手掌上我们知道 它是末梢神经的一个集中区 它是非常灵敏的 它的感觉是非常灵敏的 手的活动呀 它是直接调动着我们这个大脑的这个思维反应的 所以丰富的这个末梢神经活动时 对掌纹的变化呀 它是有着不能忽视的这个影响的 像我们手部的这个微循环 它是很丰富的 而且也是很密集的 你看通过这个图片 大家就能看出来 大量的人体的这个生物电信息呀 和这个非生物电信息 都是集中在咱们的这个手部上的 这个手部的微循环 它是否通畅呀 也是能够直接影响到咱们掌纹的这个变化 除此之外 掌纹也是受到手部的这个经络穴位的影响 因为我们这个手部它也是有这个穴位的 虽然就是这些掌纹不是按照这个经络穴位来分布的 但是手部是经络的这个集中区 所以掌纹呀 它是不可避免的 也会受到这些影响的 而这个经络呀 它又反映着 咱们人体各个部位的这个健康的一个状态 所以掌纹的变化 它会预示着人体健康的一个发展变化 像我在这个课程里呀 也有跟大家去讲过 手掌的这些掌纹 它是会变化的 它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 包括你看我们从婴儿时期对吧 婴儿时期出生 一直到我们成年中年 包括到老年 那么掌纹都是有变化的 它不是一成不变的 比如你的这个掌纹在出现 你的这个身体在出现疾病的时候 那么你的掌纹可能是一个样子 但是你病好了之后 可能又会呈现出一种情况 所以这个手掌我一般跟大家说 就是手掌 这个是咱们健康的情侣表 我看到好像说是提醒主播 这个需要什么报备资料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刚刚好像忘了这个录制 没时候把这个录制打开了 这个没有今天没有来听到这个我们直播分享的朋友 到时候可以看这个录播 所以这个手掌 我们把这个手掌这套学会了 那么你对这个疾病就会能有一个提前预知的这个 达到一个提前预知的一个效果了 所以你看到有这个疾病的这个端倪了 你通过这个手掌你看到了 有这个疾病的这个情况了 那么你是不是就可以去再去医院去做一个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检查 那检查之后发现没有这个病 或者是提早发现了 能够及早的去治疗 那这是不是就是一件好事了 是吧 就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一个事了 就是你及早的发现了 及早的去治疗了 那么痊愈的这个机会就比较大了 毕竟咱们这个身体生命是最重要的 因为你钱再多 没有一个好的身体也是无福消瘦的 对吧 像很多这个有钱人 他都忙着挣钱 身体累了 就累的有很多这个疾病 但是也有一些很注重养生的这个有钱人 也是能够活到很长的这个寿命的 不过讲到这个钱呀 那确实有钱人 他可以用这个钱来续命 就像那个 我们都知道香港那个 姓何的那个有钱人 是吧 他最后的光阴不就是靠着在医院 去维持这个生命 因为他有这个资金去支撑着 那么就能活得久一些 还有就像一些癌症的患者 那很多到了最后都是靠着这个呼吸机 他来维持生命 那一天的费用 大家是可想而知 没有钱 他就维持不下去了 那很多人都说世界是 世界上最赚钱的生意就是医院了 这句话真是说的一点都不假 因为你到了那里 你就你没办法跟医院去讨价还价 而且你还是非常主动的去往里面送 因为你得了病啊 你这个命比钱重要呀 但是穷人怎么办呢 那没有钱的人怎么办呢 那看病就成为了他们的这个负担 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换一种思路来想呢 就是如果你不得病 那你就不用花这个钱了 是不是 你是不是就又省下来很多的这个钱 多省下来的这个钱 你到老了 你出去旅游 你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你好好玩玩 好好转转 这多好呀 而不是到老了一身病 就是把这个钱都贡献给了这个医院 因为现在生一场大病 你如果有这个医保的话 你还好一些 如果没有医保 可能就会掏光一个家庭 所有的这个家底 所以我们还是 好好地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吧 就是健健康康的 比什么都重要 好了 那我就不再多说这些废话了 然后就直奔今天的主题吧 进行咱们今天的这个课程分享 我们知道呀 这个观察手掌 就是不仅仅是看手掌上的 14条掌纹线 还有手掌的这个颜色呀 形状呀 手指的这个颜色形状 形态等等 那么我们在上次直播的时候呀 已经跟大家也讲过了 就讲过了一部分的内容 那么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直播分享 还是接着我们上次的来讲 那我们呢 就先从这个指甲吧 就先从我们的手指的指甲来讲一下 因为通过这个手指的指甲 包括你观察 食指的这个血气 形态 色泽变化 也是可以就是诊断出来一些疾病的 包括一些疾病的这个病变程度 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指甲 来判断出来的 来诊断出来的 这个指甲的话呢 大家是很清楚了 是吧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指甲 指甲就是我们俗语说的指甲盖 是吧 但是我们只知道 它这个指甲盖 但是你知道这个指甲 它是有什么组成的吗 它其实是分为 甲板和甲床 两个部分 它是由这两个部分 去组成的 那甲板 是折盖在手指末节背面的 脚质板 那这个就比较好理解了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指甲盖 就是这个 它可能会 呃 呃 成这个略成弯曲的丝边形 呃 也会有长 有短 有宽 有窄 嗯 当然它跟这个手指的末节是相当的 那么什么是甲床呢 甲床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指甲盖 它附着到指端处正面的部分 就是甲床就是它附着的 也就是指甲盖下面的 这个就是甲床 甲床甲板相互 它是紧密的贴合在一起的 因为这个甲床中它的毛细血管是相当丰富的 那么同时我们也知道 我刚才也说了 在我们手掌当中它有很多经络的 那么这个经络也是在这个甲床中 它是贯通的 像甲板我们指甲盖的这个生长呀 它就是依赖于甲床的这个血液供应 如果没有甲床的这个血液供应 你的这个指甲就不可能会生长的 甚至是如果是血液循环不太好的话 指甲生长的也会比较慢 甲板它也是分为这个远端和甲根 前者呢就是甲板的游离前缘部分 就是在这里 前缘部分 后者呢是甲板的后缘 就是在皮肤深处的隐蔽部分 你看像这个指甲的这个后端 它其实在这个里面 说的直白一点 就是我们手指末端这里 皮肤下面 它还隐藏着一部分甲板的 只是你看不到而已 它是隐蔽的部分 那么近甲根处的甲板有一个 白色半月形的区域 叫虎影 也叫甲板月 就是在这里 你看是很清楚能看到的 那虎影的颜色呢 就决定于细胞层的这个厚度 甲床内这个毛细血管碗 它几乎是完全是不能透过的 所以它呈现的就是白色 那甲根下方的甲床是特别厚的 就是被称为甲基层 那指甲生长就是完全靠 我们这个就是甲基层的这个生长 去延长的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指甲的形状 甲型 因为正常人的这个指甲呀 它可呈正方形或者是梯形 因为它是形状不一样的 就是正常人的 就是像这样的一个方形或者是梯形 然后呈现的是粉红色 颜色呢也是粉红色 这是由于甲床这个血管的颜色 透过这个甲板形成的 甲中部 我们看这个指甲的中部 在这里你看 这是指甲的中部 甲中部的话 它是隆起的 饱满的 而且是平整 有光泽的 你看它是光泽度是非常好的 就是你在那个 你把你的手指 如果是一个你的手指光泽度非常好的情况下 你放在强光下 你放在灯光下 你的手指的这个指甲盖 然后它是上下移动 有闪耀的这个反射 说明是光泽是非常好的 而且这个指甲盖上一定是不要有这个 斑横 纹横或者淤点 如果你用手去按压你这个指甲 它的前沿 你按压这个指甲盖的前沿 按压之后 你看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你按压的时候 它是不是变得苍白了 是不是 你的指甲 它变得苍白了 但是如果你松开手之后 它很快就又恢复为粉红色了 那么这就是正常的 但是有一些人 他按压了指甲之后 松开之后 就是恢复的 非常非常慢 正常的指甲呢 它是不易折断的 但是不易折断 并不是说你就断不了了 也不能过分的柔软 就是它这个指甲盖要厚薄均匀 如果仔细观察这个指甲的表面的话 还可以看到有这个极细的平行的纵纹 这个我们后面会讲到 这就是由于你的指甲在不断的向外生长 就是留下的一个痕迹 指甲我们都知道 可能有的人指甲长得快的一个月 要剪个两次 指甲长得慢的一个月 要剪个一次 就是指甲它有一个生长 它跟头发一样 是在不断的生长的 那么上面的平行的这个纵纹啊 就是指甲在不断向外生长的时候 留下的一些痕迹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长形的指甲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指甲呀 它有长形的 有短形的 还有方形的 它每个人的指甲 它都是不一样的 但是大致我们经常常见的 也就是这几种 长形的 短形的 方形的 也就是大致这几种 我们先来看这个长形的 长形的这个指甲啊 你看偏长是不是 这个指甲是偏长的 那性格呢 如果是你的指甲比较偏长 像这样类型的人 性格都是比较温和 温和不急躁的 像你的性格温和不急躁 那么所以这个精神因素 刺激引起的疾病 在他们身上是比较少见的 就是因为你就是 人是很稳定了 性格是比较很稳的 所以遇到什么精神刺激了 精神一类的这个疾病 在他们身上是 很少发生的 但是这个指甲偏长的人 他这个先天的体质 是比较偏弱的 也就是免疫系统是比较差的 很容易患上一些像 急性炎症性的一些疾病 如上呼吸道感染呀 胃肠炎呀 就是以及脑部 胸部的这些疾病 就是指甲是长型的人 是比较容易得上的 就是一些急性的 一些炎症性的疾病 好我们再看一下指甲 短形的这个指甲 你看这个指甲就非常的短 是吧 非常的偏短 那像这个指甲 非常偏短的人呀 他属于比较容易急躁冲动的性格 就是跟我们刚刚讲的 呃 长型的人 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长型指甲的人 他是性格比较温和 但是指甲偏短的人呢 他就性格比较容易急躁冲动了 那人比较急躁冲动的情况下 对哪不好呀 肯定就是对我们的心脏不太好了 所以这类人的心脏功能 可能会相对较弱一些 呃 而且容易发生从腹部到腰部 以及腿部等下半身的这个疾病 呃 如果你在观察 呃 指甲的前端 就非常平 并且啊 呃 指甲的前端 他已经 呃 相近这个肉里面了 我们 我们知道有一些人呀 他这个指甲很短是吧 很 指甲很短 而且他也喜欢把这个指甲剪得非常短 那么可以看他的这个指甲 前端 是不是 那个皮肤比较突出 就像这个指甲都快长到肉里面了 又牵进去了一样 那么像这种情况的话 那么像这种情况的话 就是比较容易发生神经痛呀 风湿这样的一些疾病 这个是指甲短 好 然后我们继继继续望向下看 看这个方型 方型的指甲 你看这个方型的指甲 它的长度 宽度 嗯 是 差不多的 我们不要看它突出来的这些 因为它突出来的这些是 呃 像女性都是比较喜欢 留这个长支架的 其实这个图片其实不对的 这个应该不对的 我把这个 其实它这个属于是长形的 长形的指甲 方形的指甲是属于四四方方的 差不多就是到这里 就是到这里是四四方方的一个 就是它的长度和这个宽度 它是比较相近的 就是你明眼一看 就像一个正方形 那么这类人 他的体质也是比较差的 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大病 但是很容易成为 有这个很多遗传性的疾病 什么样的遗传性的疾病啊 就是比如你的你家里人 你家里的长辈 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疾病 比如像高血压啊 糖尿病啊 这些如果你的指甲是这种正方形的 你就很可能会遗传到这些疾病的 如果女性啊 女性朋友如果出现这样的指甲 就应该警惕 子宫和卵巢方面 可能会出现问题 会比较容易出现问题 女性的指甲是这种正方形的话 要警惕这两个 我们身体上的这两个部位 就是子宫和卵巢 就是你可能比别人 发生这个疾病的几率要大一些 好 我们继续来往下 看这个 指甲的突变 我们的指甲盖上 我们自己可以去观察一下 像在平滑的这个指甲上 我们刚刚说了 这个指甲 它一定要是这个平滑 有光泽的 对吧 但是有一些人的这个指甲呀 它是有这个凸起的 就是凸起的形态 变化不一 那么就表明有不同的这个疾病 你看像这个图片上的 图片上的这个 它这个就是凸起 你看它手指上 指甲盖上的这个凸起 还是比较严重的 而且是比较紊乱的 那么像这些突变呀 就是表明它体内 有这个慢性炎症的存在 或者是组织器官 有这个增生呀 肥大呀 等这些病理的这个改变 一般我看了这么多的这个手掌 很多就是男性朋友 就是手指 手指甲有这种凸起 有这种凸起 就是它体内有这个慢性的炎症 像咽咽啊 很多这个咽咽 咽咽的这个患者 特别是在男性当中是比较多 很多这个男性的这个指甲 都有这样的一个凸起 形态变化不一 如果是指甲上 它有一条凸起的背纹 那么表明就是有这个炎症了 还是比较轻的 但是如果是出现了多了 你看像这个就是四链条状了 就出现了很多很多了 那表明它某一个器官 它有这个反复发作的这个炎症存在 就是可能好了之后 马上立马就继续有 所以它就会有这样 连续不断的这种突变 就非常的多 所以在这个平滑的指甲上 有这个凸起 就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就是代表了你体内 肯定有一些慢性炎症的 这个存在 也是不好的一个现象 好 我们再来看 我们再往下看 刚才我们讲了这个凸起 那么既然有凸起 肯定会有这个傲变 就是傲线 往下傲线的这个 你看像 往下傲线的这个条纹呀 或者是斑呀块啊 点等的这种形态改变 就统称为这种傲变 傲变就是表明 也是表明我们身体上的 某一个组织器官功能低下 组织结构的破坏 萎缩等病理变化 总之就是反映了 退行性的病理性的改变 那这如果是在细分的话 也是可以在细分化 去断出这个疾病的 你像大块的弧形傲变 大块的弧形傲变 你看像这个图片上 这个人他只是有一条 一条这个傲线 还不算太大 如果是占了这个指甲的 二分之一 在指甲中央部位 就是有一个横弧形的 傲线的话 这个就是称为大块的 弧形傲变了 那么这就是表明 你身体内某一器官 有这种严重的损害 就是不能弥补的 这个损害 病情的发展和功能的降低 是同时存在的 比如像风湿性的心脏病 反复发作的这个胆囊炎 胆结石 子宫下垂呀 风湿性关节炎呀 严重的贫血等等 都可能会发生 就是如果在指甲上 有这样的一个 大块的这个弧形傲变 就会出现我们刚刚说的 这个疾病 还有就是大块的 不规则的这个傲变 就是你手指甲上 就好像用一个小刀 用一个刀 在你的这个指甲上 挖出了一块 或者是树块 大小不等 形态各异的这个变化 凹陷的这个变化 两三个手指甲上 同时都有这种大块 不规则的凹变 说明这个慢性病啊 就是已经转为恶变了 非常不好的 如果像这种 比如像这种 癌变 公颈炎的这个癌变呀 它都会有我刚刚说的 这种 大块不规则的傲变 就是一定要是两个 两三个指甲同时 有这种大块不规则的 傲变出现 说明这个慢性病 已转为这个恶变了 这是非常不好的 也是希望大家不要在咱们的指甲上 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还有一种就是横行的傲变 就是在指甲中央一条横行的傲限 其实它这个就算是一个横行的这个傲限了 这个图片上 我们看这个图片上 它这个指甲 它这个中央 就算是一条横行的这样的一个傲限 就感觉像是用力挤压造成的 是吧 你看中间 就感觉它 它把这个指甲折过去了 然后中间用力挤压 然后造成的 它这个 比如像有这种风湿性关节炎 风湿性心肌炎 这样的人 他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 像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的时候 病情还是比较轻的 还不算太严重 还有一种是小块的傲变 傲限的大小 就是像一个米粒 米粒尖 我们知道那个米 米粒尖很小 就是小块的这个傲变 我们刚刚说了大块的 那么这个小块的这个傲变 也是绝大部分 就是咱们这个脏气局部的炎症之后 造成的退行性变化 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你在青春发育期的时候 突增的一个过程 就是某一段时间 突然长得比较快 发育的比较快 造成了这个营养不良 就是营养不足 可能你那个时候 吃的不好 或者是不是挑食 营养不良 也就会造成这个关节呀 或者某一部分的组织 发育不良 那么你的这个手指上 就会出现 咱们说的这种小块的 小块的这个傲变 小块的这个傲变 如米粒尖 非常小的 如米粒尖一样的 就是在你的手掌上出现 出现这样的 这是指甲上 有这个突变呀 或者是傲变 能看出来的一些问题 好 我们继续继续来往下讲 你在那个左手大拇指出现 是吧 出现小块 凹陷 出现小块凹陷 如果是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像米粒小的是吧 米粒小的 它不是说特别的这个严重 也有可能是你在我刚刚讲的你在那个青春发育期的时候 营养不良了 那可能就会造成你这个 关节方面 可能是关节 有这个关节炎呀 比如像这个下雨的时候 腿会疼 有这个关节炎 或者是你自己身体的某一部分 组织 你感觉就是发育不良不太好 但是像这种情况的话 也可以去在体检当中 也是可以看到的 在体检当中是可以检查出来的 这个小的块的这个凹陷 如米粒 加小块的这个凹陷 还是不是特别严重的 还是算是比较轻的了 有竖线 这个稍等 咱还没讲到呢 后面会讲的 我会跟大家讲 这个手掌上的这个纹理 我们先继续来讲一下 这个光泽吧 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 提到了这个光泽 就是指甲的这个光泽度 我们刚刚说了 正常的指甲 它的光泽度是非常好的 就是非常的均匀 好像一块玻璃 玻璃的这个光泽度 那如果光泽度增加 或者是光泽度减小 都说明有这个病变的存在 那正常的光泽度是什么样的 刚才我们说了 你可以把你的这个手指 手指甲放在这个 有光亮的地方 比如放在强光下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 它是不是有闪耀的 那个光的折射 如果有的情况下 那么说明你这个指甲的 光泽度还非常好 但是你看这个图片上的 图片上的这个指甲 其实光泽度是非常好 但是我觉得这个指甲 它是做了这个护理 因为这是一个女生的指甲嘛 女生的这个指甲 很多都会去做一做护理 做一做护理 它上面是涂了有这个 涂了一层 应该是指甲油做护理的时候 所以看起来 你看手指非常的 颜色非常的健康 非常的有光泽 如果正常的能达到这种情况呢 非常的好了 就是非常正常的一个光泽度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指甲上 如果你感觉这个指甲上 如排了油一样 就是你的指甲上 你感觉就是油油的 非常的油 而且指甲是发宽 指甲也比较薄 那么这个多建于抗尽性的一些疾病 比如甲状腺功能 还有这个糖尿病 还有一些这个 平时可能是容易高度紧张 这是容易发生的 如果是没有光泽 就是你的这个 手指甲 你看我们看一下刚才找的一个图片 刚才有一个图片上的指甲 你看都没有光泽 像这不太好的 它都都没有光泽 就没有一点光泽度 这没有光泽的这个指甲 也是表示体内存在了一些 慢性消耗性的疾病 所以也是不太好的 有一些慢性病 因为你身体健康了 它在指甲上也是能够反映出来的 光泽度非常好 颜色也非常好 颜色是粉红色的 粉粉的 然后指甲就像玻璃一样 有这个光泽度 所以这是非常好 很正常的一个指甲的一个光泽 好我们继续来往下讲 正常的指甲上 它是没有明显的这个纹理的改变的 如果发现了就是带了颜色的这个条纹 纵纹 那么这就多半是不正常了 正常的指甲盖上我们看到它是光滑的 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 你把手指举起来 它的颜色是有光泽的 然后侧面 你去侧面去看的话 是能看到一些纵纹 我们刚刚也说了 这些纵纹 它是指甲生长 生长过程当中留下的一个痕迹 就是你可以把你的手指甲在侧面去观察一下 你看是不是有一些纵纹 是吧 但是这些纵纹 你用手 你用你的手指度去摸一摸 它是没有突出来的 它是没有感觉的 因为你你自己去感觉你的指甲是不是光滑的 很光滑 它虽然有一些你看到的那些纵纹 它只是这个指甲 它生长 生长过程当中 就是留下的一个痕迹 所以这也是正常的 但是如果这些纵纹 如果这些条纹 它有颜色了 变颜色了 那肯定就是不正常了 那什么是不正常的 我们看一下 指甲上是横纹 我们正常的是纵纹 是吧 它但是它是横纹 你看这个图片上 图片上的这个指甲 你看它是不是横纹 是吧 它是横着长的 横纹 能看到是横纹 一条一条横着的这个纹 那出现这样的横纹呢 说明肠道里 有这个寄生虫 你就可以看看 是不是你去检查一下 看是不是肚子里 肠道里面有这个寄生虫了 就可以去检查一下 肚里是不是有虫了 像那个 我们过去小孩子 基本上小的时候 都要吃这个打虫药 是吧 都是有这个肚子里面 有这个寄生虫了 有虫了 都会吃这个打虫药 不过现在 可能过去 因为是生活条件的问题吧 有很多孩子 都肚子里有虫 但是现在生活条件好了 大家也比较注重这个养生 比较注重这个卫生 所以现在小孩子当中 肚子有虫的 也跟过去相比 真是少得太多了 基本上都没有 但是也是不容忽视的 那如果这个指甲盖上 它在出现粗大的这个白点 就是很粗大的这个白点 不但有白点 还有这个红纹 除了这个红纹 还有这个白点 那你就要小心了 可能为初期肺结核的 这个体征之一了 就是如果一旦发现这种情况 基本上不出半年 这个肺部的症状就会出现了 所以有白点加横纹 就是在提醒你了 要注意肺部的这个问题了 你如果你看你能及早的发现 又能及早的把这个病给遏制住了 那这种 这个就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了 而且像这种情况 它多见于食指和小指 食指和小指 就是这两个手指上 如果是出现了横纹 加上白点 加上很粗大的这个白点 这个白点 你很明显的就能看出来的 很明显就能看出来的这个白点 然后再加上这个横纹 并不是所有的这个指甲上都有 一般多见于食指和小指 就是这两个手指上 你会能观察出来的 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 就要赶紧去检查一下了 去确诊一下嘛 去检查一下 总归是好的 如果这个指甲上呀 还出现了很明显的 白色的横纹 我们现在看到的 它这个就不是白色的横纹了 它这个就是 很普通的这个横纹 但是如果这个横纹 它的颜色变了 变得是白色的 你很明显的就能看出来 它是白色的横纹 那么这也是肝脏有病的一个症兆 这个也是需要注意的 那么像出现这些情况 都建议大家去做一个检查 去看一下 好 我们刚刚说了 这个正常的指甲上 它是有这个纵纹的 但是这个纵纹是需要大家把手 手指就是举起来 然后通过侧面 你才能观察 才能看出来的 所以这个纵纹 它不是特别明显 那这个纵纹如果是有颜色的话 那就不是一个好的现象了 如果你在你的这个指甲上发现了一条纵向出血的这个条纹 比如现在你把它当作一个是红色的 就是出血的一个条纹 那么这就跟心内膜炎有关系了 就是可能在提醒你有得细菌性心内膜炎的这个危险了 这个出血的纵向条纹是很容易观察出来的 一旦出现 你是能够看出来的 因为它很明显 它是一条红色的 就像是一个你的手指甲盖下面出血了 然后出了一条红色的这个条纹 这就跟这个心内膜炎这个关系是比较大了 也是在提醒你了 所以有这个条纹的话 也是要尽早的去检查一下 那么还有就是在指甲的正中间 你看像这个 就是它正中间有一条黑色的 黑色的纵线 那么黑色的这个纵线 基本上每个手指下 手指甲上都有一条 而且是居正中 就是猛然一看 好像是一条黑粗线一样 这一般就是多为血虚浮肿的病人 也是多见于阴虚肝旺者 或者是皮肾两虚者 就是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 是黑色的这个纵纹 如果是在指甲上呀 你在发现这个棕色 你看像这个就是比较浅的 是棕色或者是灰黑色的这个纵纹 由指尖向指甲的这个根部去垂落 那就表示可能患上了 这个消化系统的这个疾病 比如像胃炎呀十二指肠窥羊呀 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就是有这个棕色的 或者是灰黑色的这个纵纹 就像这个手指上的 这两个是不同的 出现的这个病症是不一样的 像这个就是消化系统的这个疾病 可能就是胃不太好 有这个胃炎呀或者是十二指肠窥羊呀 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会出现 那如果在指甲上发现有略带棕色的线纹 如穿过这个指甲肩部 就是有一个线纹 棕色的 它穿过了这个指甲 指甲肩部 那往往就是肾脏有病的一个警醒的信号了 当然这个要同时显示在每个指甲上 才有这个诊断意义 如果你只是一个手指甲上 出现了一些这个线纹 出现了这种带棕色的 带颜色的这个线纹 所以这个是只有一个手指上出现的话 就不要特别的紧张 因为有些病症 它是每个指甲上都有 才能有这个诊断的意义的 就是不能你单凭一个指甲上出现了 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去断 这个肾脏有病 要观察每一个手指的指甲上 是否都有这样的略带棕色的 这样的线纹 而且是一定要是透过你的指甲的肩部了 它这个是怎么透过指甲的肩部呢 就比如你现在你的指甲是流长了 是吧 我们知道超过你的手指头外面的 就是指甲的肩部了 那么指甲的肩部 它一直就冲到指甲的肩部了 就是每个手指上都有 这才是能断这个肾脏上有问题的 只是像我们这个一个手指头上 这个有这个树的这个条纹的话 是不用太担心的 没有太大问题的 这是指甲上会出现的一些纹理的这个情况 就是能看出来一些疾病的这个问题 正常的就是这个纹纹 它是光滑的 没有颜色的 不容易看出来的 那一旦有颜色 能很明显的看出来了 不管是纹纹还是横纹 或者是比较紊乱的 那都是有问题的一些 这个纹理了 这个就是有问题的 一定要是有颜色的才会有问题 像你这个大拇指上有竖纹 有这个竖线的竖纹 是吧 我看两个那个朋友都说 这个大拇指上有竖纹 如果是有竖纹 你看它是不是 你用手去摸它一下 能感觉它有凹或者是凸 有没有感觉出来 如果没有感觉这个指甲还是光滑的 那这个没有问题的 因为是纵纹吧 我们手指上都有这个纵纹 手指甲上都有这个纵纹 纵纹它是我们手指甲 在生长过程当中留下的一个痕迹 只有你去摸它的时候 你感觉出来了 它有这个不同 比如是凸起来了 或者是凹陷下去了 这样的话才会有这个问题的 我发现大家很多朋友会 喜欢这个对号入座呀 是吧 大家都喜欢对号入座 就是我说的一些情况 大家都想在自己的手上找出来一些 大家不要是过分的去担心 因为你看我讲的这些 像比较严重的这些问题是吧 它像这种纵纹 它都是带颜色的呀 黑色的或者是棕色的灰黑色的 这个纵纹 这个才有比较明显的这个疾病 像你这个 跟我们刚刚说的那个 只要你摸起来 这个指甲它是光滑的 它有纵纹是正常的 因为它是指甲生长过程当中 留下的一个痕迹 这个就不用担心的 不要对号入座的 那没有发现指甲有问题非常好呀 说明你的身体还是很健康的 有凹凸的情况下 你就看一下我们刚才讲的 就是你自己分析一下 看它是凹的还是凸的 如果只是一个指甲上 有一点点的这样的凹凸 它是没有大的问题的 你看我刚刚发的那个图片 它那个凹凸的 那个凹的还有凸的 那个就比较严重了 那个才是就是一些疾病的这个发生 好 那我们继续继续往下讲 我们讲一下这个半月横 这个半月横的话 大家应该知道吧 这个半月横 我们看图片 身体健康正常的人 手指甲上都是有这个半月横的 那这个半月横 我们看一下它是什么样的 就是在指甲的下方 大概是五分之一处 出现一条白色弧形的痕迹 这个就是半月横 你看图片上的 这个就是半月横 那这个半月横 它是不是就是像半个月亮是吧 而且是白色的 所以它就被称为称作为半月横 也有的人把这个就是称之为它是小太阳 因为它是白色的 就是很明显 像一个太阳 偷偷偷的就是露出了一个头 就像一个小太阳 那不过在医学上呀 这个还是被称作为是半月横的 这个指甲的这个半月横啊 是阴阳经脉的一个界限 也是人体精气的代表 所以也被称为是人体的一个健康圈 就是它的一个发育呀 是受这个营养呀 环境呀 还有身体素质 身体素质的这个影响 比如当你的消化吸收功能 不太好的时候 就是你的消化吸收功能 欠佳的时候 这个半月横就会变得很模糊 而且会减少 甚至会消失 所以这个半月横是可以随着你的身体的变化而变化的 就是你健康的时候 它就有 你身体不好的时候 你身体欠佳的时候 也就是你的身体处于一个压健康的状态时 它就会消失 所以通过这个半月横的状态 是可以显示出来一个人身体健康的一个信息的 那现在大家都可以观察一下 观察自己的指甲上有没有这个半月横都可以看一下有多少个 大家可以打出来我看一下 我看有的人已经很着急了在回复了 已经在说一个有一个没有是吧 从小都没有 对数量肯定是越多越好了 就是看你自己手上这个半月横有几个 就是要两个手 两个手上的指甲 两个手上的指甲都有多少个 你看像这个图片上的这个 图片上的这个一个手掌上 你看都有五个都有五个都有五个这个半月横 哎呦这个谁这个谁都八个 八个半月横 有六个的 有六个的 有两个的 对小朋友是没有的 小朋友没有 我们不要去看小朋友他手上的这个半月横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小朋友他现在还在那个孩子嘛 他现在还在发育当中 他还没有长大呢 在发育当中的这个孩子 他手上是没有这个半月横的 所以你不要看到孩子手上没有半月横 就以为他身体非常不好 这个是不正确的 因为小孩子他正在发育嘛 他手上是没有这个半月横的 七个完整的 五个 七个 三个 还有三个不完整的 你这个不完整是不是认为 他太小了 这半月横太小了 看来很多大家手上都有 都有这个半月横 对吧 只不过是半月横多少的问题 对 因为这个 半月横多少 肯定是跟这个健康是 有这个关系的 包括这个半月横的这个大小呀 颜色呀 他都是跟这个有关系的 好我们来讲一下吧 我跟大家讲一下 最好的状态 他这个数量是多少 就是八到十个 就是半月横的数量 一定要是两只两双手加起来 就是八到十个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八到十个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我刚刚好像有看到 有朋友他就有八个 就有八个这个半月横非常好呀 很好的一个状态 那如果十个手指都有的话 那就更好了呀 非常好 那接下来这个数量 我们知道了 八到十个是最好的 那么面积 就是我们这个半月横 他这个面积 占指甲的多少是最好的 就是占指甲的五分之一 我们来看一下 看这个图片吧 这个图片上有一个 五分之一 这个就是五分之一 你看把这个指甲分成五份嘛 你这个分的话 一定要从这里 从指甲端分 你不要你的指甲都长到这儿了 你从这儿去分 那肯定是不对的 一定要指甲尖 指甲尖就是甲板这里 甲板尖这里 然后去把这个 你的这个指甲去分成五份 一二三四五 那么他占了五分之一 是非常好的 五分之一是最好的 那颜色的话 你也要观察一下 颜色是以奶白色 奶白色是最好的 像图片上这个也就是奶白色 这个就是奶白色 奶白色的颜色是最好 当然是越白越好了 越白就是表示精力越旺盛 那么这就是一个正常的半月横 应该有的一个状态 好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他这个数量上吧 数量少的情况下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出现 你看不正常的 不正常的这个半月横 就是在这个数量上 数量越少 那肯定表示你的这个精力就越差了 体质就越寒 也就是免疫力是比较弱的 像平时身体总会感觉手脚寒冷 体寒 特别是 有一些人指甲上就没有这个半月横 那么他真的是寒底型的了 就非常寒了 就是真真正正的寒形体质了 像八个以下的 特别是有的人只有两个呀 四个呀六个呀这一种 那也就是你的体质是偏寒 但是如果连一个半月横都没有 那么你就是真真正正的一个寒形的体质了 就非常寒了 寒形的体质 那就是表示你体内的这个阳气虚弱 而这个阴寒是比较旺盛的 阴寒旺盛 这种人呢 这个脏腑功能是比较低下的 因为他气血运行的非常慢呀 容易疲劳 容易乏力 而且每天都感觉是精神不振 吸收功能也是比较差 就是不管是不是在干活呀 总是就是觉得很疲劳 没有精神 那只有两个的话 就是我说的 你的体质是比较偏寒的 就是精力比较差 免疫力也是比较弱的 因为像这种没有半月横的 或者半月横偏少的 像两个呀 像这种情况 就是肯定是很容易疲劳 没有精神 吸收 吸收消化功能也是比较差的 肠胃肯定是不太好的 特别是这个手脚也是 很怕了 容易感冒 而且还是反复的感冒 就是你这次的感冒刚好 没过多久 然后就又会感冒了 特别是只要接触感冒的人 就会容易被传染 也就是免疫力非常非常的低 免疫力很低 很差劲的 所以像这种情况呀 一定要坚持戴口罩 特别是出门的时候 要坚持戴口罩 本来咱们现在 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呀 大家也就养成了 这种戴口罩的这个习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就是自从疫情了之后 很多人都不经常感冒了 是不是 有的人说是不敢感冒 因为这个新冠的这个症状呀 跟这个感冒是非常相似的 是很相似的 所以其实是大家 如果你做好了这个防护 出门你都戴口罩 然后经常消毒 你想你不但预防了这个新冠 你把这个很多这个传染的 这个疾病都给防护了 特别是这个感冒 所以这种习惯 还是能够一直维持下去 就是最好了 像这次的疫情反复呀 就是被传染上的人数并不多 这就跟我们平时的这个防护 是有关系的 像就是这个月就是前几段 咱们现在不是疫情又反复了 然后我看到新闻上也有说 有一个感染者 他坐公交车的时候 就是全程戴着口罩 而公交车上所有的这个同车的人 他也都是戴着口罩的 所以这一车的人都没有被感染到 而他跟他接触被感染到的 都是没有戴口罩的 所以这个出门戴口罩的这个重要性 真的真的是 不容忽视的 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一直保持下去 就是除了抵抗这个新冠病毒 也对于像一种感冒呀 等这种流行性的这个传染病 也是有很好的这个防护作用的 所以这个习惯大家一定要坚持下去 包括出门回家了之后 去消毒呀 像我们家里 这个酒精呀 包括这个免洗的这个消毒 这个凝胶呀 这个一直都有 一直都预备着 所以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好的习惯吧 养成这样的一个好的习惯 对 现在这个疫情 特别像河南这边 也是确实特别严重的 但是我们这次的疫情还好吧 我觉得大家 特别是咱们国家 这个防疫措施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就是发现了之后 确诊了之后 立马封小区 这个封城 然后就是这个防疫措施 做得非常的好 所以就没有像去年那样 大肆的传染了很多的人 就是每天 你看每天都有新增的病例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 就是在逐步的减少 基本上每天都没有了 我相信也就过段时间 然后清零了之后 咱们这边就又恢复了 恢复如初了 也是 还是感谢国家吧 感谢咱们国家 给咱们创造了这么好的一个条件 让咱们免费的去打这个疫苗 应该大家都打这个疫苗了 这个就是打这个疫苗 还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的 好 我们刚刚确实有点跑题了 讲到口罩了之后 就又开始讲这个疫情了 但是只是想提醒一下大家吧 就是你看你本身 你这个半月恒就少 是吧 手上就那个两个 三个四个 你本身都偏少 你的这个免疫力就比较低了 那么你自己就要 更要做好这个防护了 特别是像现在这种情况 更要做好防护了 这个就是比较寒形的这个人 他这个手上没有半月恒的话 他体质就非常的寒了 体质非常寒的这个人 我在那个女性朋友手上 就是发现这个半月恒非常的少 女性朋友手上 能够十个手指都有半月恒的 真的非常少 甚至八个以上的都非常少 很多就是八个以下的 因为很多女性 她体质就是比较偏寒 偏寒的情况下 到了冬天 真的是容易手脚冰凉 冰凉就是怕冷 而且很多女性 都有这个公寒 这样的一个情况的 那么有这个寒形的人 肯定也会有这个热形的人 是吧 那热形的人是什么样的 那么就是观察 我们观察半月恒 是怎么看出来呢 说明这个人是热形的那个人呢 就是这个人的小指 你看他的小指有没有 小指有没有半月恒 小拇指 小拇指有没有这个半月恒 如果小拇指有这个半月恒 而且这个半月恒的面积 大于指甲的五分之一了 你看像这个 它就 好好 它就没有超过五分之一 它这个还好 如果是超过五分之一了 小指的这个半月恒 超过五分之一了 那么说明 它体内的这个阳气是 比较旺盛的 脏腑功能也是强壮的 身体素质还是比较好的 但是也是有一定的这个缺陷存在的 就是阳气太旺盛了 那这这类人的脏腑功能就比比较抗尽了 平时面部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呢 就是面部发红 容易上火 还容易烦躁 便秘 爱发火 口干 食量也比较大 就是不怕冷 那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它会容易得什么样的病呢 就是高血压 高血糖 也会很容易中风的 所以我们也要观察自己的 这个小拇指 小拇指这个半月恒 有没有半月恒 有的话有没有超过五分之一 就是面积太大了 有没有超过五分之一 如果有的话 就很容易有这种高血压 高血糖 就是你得这种疾病的几率 会比别人大 平时会很容易上火 动不动就烦躁 心情烦躁 而且还便秘 爱发火 口干 这都是一个症状 这就是热行人 你像这种条理非常好呀 你是寒行体质 你是热行体质 这都非常索 百度搜索一下 就是吃一些饮食 或者是 你这个症状比较大的话 你可以让中医 给你开一些中药 去进行调理一下 这个体质 还是比较好调理的 寒行的人 热行的人 都是可以去调理的 那还有一种情况 是什么呢 就是寒热交错型的体质 就是你观察半月恒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的边界是模糊不清的 那颜色呢 会逐渐接近指甲的本体颜色 也就是本来 你看到你的手上 有这个半月恒的 但是慢慢 你就感觉它消失了 那这就属于寒热交错的体质 也就是阴阳失调了 在初期的时候 就是半月恒的边缘 它开始模糊不清了 就好像是这种放光芒状一样 到了中期的时候 这个半月恒就开始缩小了 然后到了后期的时候 半月恒就逐渐减少 并且消失了 可能我们在没有讲过 你没有接触到这个半月恒 这个知识点的时候 可能你平时没有怎么去观察过 但是如果你现在已经学习了之后 你就可以多去观察你的这个半月恒 比如你 你现在你 你能看到你这个半月恒是吧 但是你突然之间 过了一段时间 你发现它变得模糊不清了 然后慢慢消失了 那这个时候 你的体质就在发生变化了呀 你的体质就发生了变化 就是寒热交错型的一个体质了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刚刚说的这个 半月恒的这个面积 通过这个半月恒的这个面积啊 也是能够看出来一些问题 如果半月恒这个面积 小于指甲的五分之一 我们刚才让大家看过这个图片了 你看它这个五分之一处 这个是五分之一处是吧 如果是正常的 它就在这个五分之一处 如果是小于五分之一处 你看 也就可能你这个半月恒 就是刚刚露出了一点头 就刚刚能看出来一点 那么也是表示这个人 他的精力不足 肠胃的这个吸收能力 是比较差的 吸收不太好 如果这个半月恒突然变暗了 也缩小了变细了 甚至消失了 那往往就会有这个消耗性的一些疾病出现的 刚刚有那个咱们朋友说 小孩子的手上看不到这个半月恒 我刚刚也跟大家说了 这个小孩子的手上 他是 现在是没有这个半月恒的 因为他还没有发育好 在他没有发育完成之前 他是没有半月恒的 所以这个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 大家也要记清楚 免得你去看自己家的孩子 指甲上有没有半月恒 还以为孩子有什么病呢 其实是孩子太小了 没有发育完成 所以这个指甲上是没有这个半月恒的 但是也有一些孩子 他的指甲上会有一两个的 所以这个不用担心的 现在不用给他们去看 等到长大了再去给他们看 还有一些经常熬夜的这个人 如果你是经常熬夜的人 那么你这个半月恒也会不正常的 甚至是会消失的 就像你刚刚咱们有朋友在这个 回答说他手上只有两个 甚至更少 那么你可以想一下 你平时是不是经常熬夜 如果经常熬夜的人 他的半月恒会消失的 所以你现在如果就像刚刚 我们有一个朋友 他是八个 有八个半月恒是吧 这非常好 那么你要继续保持下去 你就不要去经常熬夜了 你经常熬夜的话 时间长了 你这个半月恒可能也会消失的 而且消失之后是很难 很难再长出来的 就是这个半月恒 你现在调理好了 比如你现在体质调理过来了 但是你这个半月恒可能也不会再长出来了 这个是半月恒面积太小的情况下 如果是面积太大了 面积太大了也是不太好的 就是超过了这个五分之一 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就是超过了五分之一 如果超过指甲的五分之一的话 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就是可能会心肌肥大 是很容易患这个心脑血管疾病 还有高血压中风这样的一些疾病的 就是如果你现在 你看到你的这个半月恒的这个面积 半月恒的这个面积 你感觉它已经超过五分之一了 很大了 但是你现在不要就是 我不希望大家去对号入座呀 就是你不要特别的去焦虑 特别的担心 你现在所做如果你现在年纪还比较年轻 那么你不要担心 你只是比别人就是容易得这些疾病 并不是说你现在又立马得上这种疾病了 只是你比别人得这种疾病的几率是比较大的 所以这个你就要靠你平时 我刚刚看到有那个朋友说要锻炼身体 是吧保持睡眠好的这个睡眠 还有这个增加这个营养 好的这个营养 这个具体吃什么药什么的话 我是不会跟大家去建议的 这个还是大家去听从医生的这个建议 去看中医 我是比较建议大家去看这个中医 让中医给你进行一些这个调理 就是听从医生的这个建议吧 就是我们只能说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你可能之后会有什么一样 有什么样的一个疾病发生 你只是比别人得这种病的几率是比较大的 并不是说你现在看到了你就立马得这种病了 并不是的 所以大家不要对好入座 就是你自己先根据自己的这个去观察一下 根据我们讲的去观察一下 去看一下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半月横的这个颜色 我们刚刚说了他这个奶白色是正常的一个颜色 对吧 就是你的颜色是奶白色的 越白他越好 那这类人的话经历是比较强壮的 体质也好 身体也是健康的 但是如果半月横的颜色是灰色的 有这样的情况呀 有这样的半月横是灰色的 表示这个人经历就是比较弱 也是这个脾胃消化功能就是不太好 就是会影响到脾胃消化吸收功能的一个运行 那会容易引起什么样的情况呢 就是贫血 如果你的这个半月横颜色是灰色的 你就要注意了 因为它会引起这个贫血 而且平时也会觉得是非常的疲倦 非常的乏力 那如果这个半月横它的颜色是粉红色的 我们知道我们指甲的颜色是什么样的 正常的指甲颜色是不是粉红色的是吧 但是这个半月横的颜色也接近粉红色 那可能有人说那是不是就是没有这个半月横 其实它是有的 因为它与指甲的这个本体颜色就是 你分的不太清楚 但是它有那个印记在那里的 你仔细观察的时候你是可以看出来的 就可以看出来 它是有这个半月横的 但是就是它的颜色跟这个你指甲的本体颜色太接近了 所以就是你不太容易去分辨出来 不太容易的观察出来 那说明这个人他的这个脏腹功能下降了 体力消耗比较大 平时就是体力消耗太大了 可能干的有这个重活 那么这就很容易引起像这种糖尿病呀 甲抗就是这样的一些疾病 那如果半月横的颜色是紫色的 如果是紫色的颜色 就很容易引起脑血管血液循环不良 还有供血供氧不足 很容易头晕呀 头痛呀 脑动脉硬化等等 如果半月横的颜色是黑色的 这就多见于严重的这个心脏病了 甚至是肿瘤 反正我是看了这么多这个手掌 还没有见过这个黑色的这个半月横 因为这个真的是很严重了 就是有这个很严重的心脏病 甚至是肿瘤 那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可能是因为它长期服药 因为它有一些慢性病症 它需要长期的服药 会引起这个药物和重金属的中毒 也会出现这个半月横是黑色的 所以这不是绝对的 一看到黑色的半月横 它就肯定得了肿瘤呀 或者是心脏病了 也可能是它因为它长期在服药 像现在有很多慢性病的这个患者 他需要每天都吃药 他可能是每一年都在吃药 每一年的每一天成年都在吃药 吃了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的药了 那么都可能半月横就会是黑色的这样的一个颜色 像这种容易得的这个疾病呢 我没有在这个我们的这个PPT上 我没有在这上面打出来 我就是害怕 因为有一些字会被这个直播间视为违规 所以我就不敢打下来 我只能就是靠这个讲 跟大家来说一下 还有我们在 跟大家就是跟别人去看手诊的时候 有几种情况 大家要记得去 就是不能去给别人看 比如这个人 他刚喝了酒 因为我们都知道 喝了酒之后呀 一般人他的这个血液循环会加快 所以手掌上的颜色 就是不是很真实了 我们这个时候就不要去给他去看了 就去不要去给他去诊断了 还有如果这个人他是刚生过气 发过怒 也不要去给他看 另外就是人多的时候也不要看 因为人多的时候你容易分心 然后精神呢也难以专注 而且有时候有些疾病 别人也不想被其他人给知道 所以也不要当着别人的面去讲 还有就是你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 就是你自己心情烦躁 心里面有事的时候 也不要去给别人看 是容易诊错的 就是这几点 大家要记得 就是出现这几种情况下 大家不要去给别人去看这个手诊 一般其实大家学习的这个方式 跟我之前是一样 都是边学习 然后边看自己的这个手 根据自己的这个手掌 然后去先看自己的 然后再看家人的 然后再看身边的朋友的 大家这种学习的这个方式 其实都是一样的 我看这个朋友说我天天熬夜 然后十个都有 大拇指五分之一 你这个是不是都是 每一个面积都刚刚好吗 然后十个手指都有 这非常好呀 但是你不要看你现在十个手指都有 但是如果你这样天天熬夜 时间长的情况下 你再去观察一下 你可以去观察一下 你过个几年 你再看一下你的这个半月横 然后如果你十个还有的话 你来找我 那我真的要恭喜你了 你身体素质非常好 真的熬夜是确实特别不好的 很伤身体的 对这个半月横 也是能通过这个半月横看出来的 你经常熬夜 时间长的情况下 你这个半月横是慢慢真的会消退的 好 那我们继续来往下来讲 半月横我们就讲到这里吧 其实这个半月横也是很好去记的 也是很好学的 很好观察的 也是很简单的 我们再来讲一下这个 手的温度 这个手的温度 其实它也是 能够看出来一些疾病的 这个手的温度呀 你怎么能感知出来呢 那就是握手 对不对 其实这个握手呀 是咱们世界上最常见的一种礼仪 那么你在跟别人握手的时候 其实也是能感知到它的一些健康问题的 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手感的一个对比 可以看到录播的 我这边录制了到时候 那个来晚的朋友 你们到时候都可以看录播的 你看这个对比 我在这个上面标注的有 这几种对比 手感凉 手感热 手感湿 手感干 手感黏 手感温暖 润泽 这几种感觉 手的感觉 你可以两个手 你可以把你自己的两个手 然后交叉握一下 你可以自己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你自己的手 是什么样的 是凉的 还是热的 还是湿的 还是干的 还是黏的 肯定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那么像你感觉你的手 手感是凉的 那么说明什么呢 就是 皮肾 阳虚 体弱 怕冷 消化 吸收能力 非常的差 如果你的手是凉的 特别是手心 手掌心 是凉的 那么手掌热呢 手掌热是 心肾 阴虚 烦躁 上火 失眠多梦 平时容易 非常的紧张 手感湿 手感湿 就是我们经常 手心会出汗 对不对 手心是湿的 会出汗 那么 它煮的是什么呢 是 心疲两虚 就是容易 疲倦 乏力 而且手掌多汗者 多为这个 脾胃 积热 心火盛 就是心理压力比较大 精神 容易紧张 我发现有很多人 确实有这个手掌 多汗的这个情况 就手掌心 经常会出汗 但是有一些人是 什么情况下会出汗呢 就是他可能 我要去参加一个 什么典礼呀 或者我要上台去演讲呀 或者出席什么活动的时候 可能会手心 会多汗 那这是什么 就是精神容易紧张 精神一紧张 就手掌 就多汗 就会手掌会出汗 那还有一个人 他就是 手掌感觉就是 很干 就是整个你这个手掌 你摸起来就是干干的 这个 跟你的皮肤有关系了 平时皮肤就会 比较干燥 皮肤干燥 容易感冒 就是手掌 干的人 手感 你感觉是干的情况下 你会很容易感冒的 那手感 比较粘 这个就是 内分泌失调了 特别是 有很多糖尿病 这个患者 就是比较多见 手掌 粘粘的 手掌比较粘 也就是手掌比较粘的人 很容易得这个 糖尿病的 这个要注意了 手感 温暖 润泽 就是也不凉 也不热 也不湿 也不干 也不粘 就是感觉粉 温暖 温暖 润泽 那么 非常好呀 身体健康 五脏是调和的 这个非常好 我们的手感 正常的 就应该是 温暖 润泽的 你这个 手感热的情况下 你手感热 你握手的时候 你 就可以感觉出来 比 正常人的 要热 就是你越握得紧 就觉得 越热 这种 就是一种 怎么说 就是一种 食热病 就是你体内 就有这种 炎症了 但是 再握的时候 然后反而觉得 不是很热了 那往往就是一种 虚火了 这个可以自己 试一下 你握的时候 感觉有点热 而且越握越紧 觉得是特别热 那么 说明 体内有炎症 然后再把这个 手松开 再握的时候 反而不是那么热了 说明只是一种虚火 像这个 肝肾阴虚啊 多见于这种 虚火上浮 失眠多梦 心烦 口干口苦 那么很容易得的是 哪些炎症呢 就是像 咽喉炎 还有这个高血压 糖尿病 这些病症是 你得的 比别人 得的这个几率 就大一些 还有就是 手掌 热 我们刚才也说了 手掌热的话 也多见于这个 失眠多梦 心烦 口干口苦 就是 咽炎 糖尿病 便秘等等 手指头 我们刚才 一直说的是 手掌吗 其实手指头 它也是有温度的呀 手指 真的 如果手指 是不能太热的 我们手指 是温温的就行了 如果你的手指 平时就非常的热 那么这个 多见于什么样的病人呢 就是 三高的病人 血压高 血粘稠 血脂高 这样的人 手指会比较偏热 而且是容易疲劳 那手感寒的人呢 手感比正常人 就是偏寒者 我们刚才也说了 是皮肾阳虚 甲状腺功能低下 就是微循环障碍 也就是它脉络运行不畅 就会容易疲劳呀 感冒呀 心慌心跳呀 特别是像女性 女性的手感 如果是很寒的情况下 会有这种 月经不调的 这个情况出现的 还有如果是你观察 你的手掌心 手掌心比较寒 如果是手掌心比较寒的话 消化功能 这个人 他的脾胃消化功能 也是比较差的 容易像消化不良 拉肚子呀 疲倦乏力呀 还有贫血呀 女性 女性朋友 这个手掌心寒的情况下 也是多见于这个 复合疾病 像月经不调这样的 都是因为你这个 也是体质过寒 引起的 刚才我们说了 这个手指 过热是不太好的 可能会有这个 三高的情况 但是手指过寒 你手指是冰凉的 非常的寒 这也不是 也是不好的 因为他手指 就是温温的 跟我们的掌心 是一样的 温温的是 温暖的是 很好的 但是手指 要非常的凉 非常的寒的话 这个就是多为 心功能衰弱 还有这个血液循环 较差 也是容易疲劳乏力 平时睡觉的时候 就是多冒 而且容易心慌 头脑不清 头晕头痛 像手指比较寒的人 就会有这样的一些症状 还有一种情况 是什么样的 就是你的两个手呀 两个手不一样 就是可能一只手寒 一只手热 或者你的手指热 手掌寒 手指凉 手掌热 那这 这是为什么 这就是 阴阳失调了 这种情况 多建于什么呢 就是 热天怕热 冬天怕冷 一吃热的东西就上火 一吃凉的 就觉得寒 也就是 上热下寒 虚不受不 像女性朋友 月经不调呀 就会心烦 心躁 失眠多梦 很容易患上 这个咽喉痛 而且还很容易 有这种 内分泌失调的 这个现象 手掌 冬天怕冷 夏天 热者 就是多为这个 血虚的这个情况 健康人的这个手掌心呀 它是 冬暖夏凉的 你看像冬天的时候 你应该是暖暖的 然后夏天的时候 是凉凉的 这个是一个健康人的这个手掌心 应该有的这个温度 其实在握手的时候 多感受一下 对方的手感 是能够感知出来的 握手也是一种学问 但是握手时 首先要知道 这个自己身体素质的手感温度呢 才是好去做比较的 那总结一下 就是什么呢 就是两个手掌 长久的握在一起 感觉热得发烫 这多是因为体内 食热有炎症了 但是也有的手掌握在一起 再久也不热 就是体内有虚火了 手掌握着 如果像是冰块 这说明 寒气已经油窜到体外了 如果只是手指头寒 手掌不寒 这说明是心脏血管 循环慢造成的 那这些呢 就是通过感知一个人的 手的温度 来判断出来 这个手上的 咱们身体上的一些 这个疾病的问题 好我们继续来往下讲 这个手感的这个温度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再讲一下这个 手掌上的这个 青肌 我们都知道 我们在打这个点滴的时候呀 我们在打点滴的时候 输液的针头 都要刺入咱们手背的这个青筋 对不对 我们手背上 有这个青筋 你看这个图片上 图片上的这个 手背上的 这些 就是 青筋了 那这个青筋呀 实际上就是 我们的 静脉 血管 那如果静脉血管回流 受阻 压力升高 这个青筋 就常常会在体表 凸起 曲张 血液回流 之所以受阻 就是因为人 身体内的这个 呃 淤血呀 弹湿呀 热毒呀 等物质 它不能 及时的 排泄出体外 机制于体内 渐渐的 就是发育体表了 不同部位出现的 这个青筋 就表示 所对应的 这个脏腑经络组织 有机制 因而 咱们体内的这个 代谢废物越多 身体的青筋 就会越多 看不到青筋 是好事呀 你的手 看不到青筋 呃 你看 我刚刚已经讲了 如果是有青筋的 情况下 说明 嗯 这个 就是你体内的 一些淤血呀 弹湿呀 或者是热毒呀 它是 这些物质 它没有及时的 排泄出体外 所以 你这个 呃 这个手背上的青筋 特别明显 像这个图片上 手背上的青筋 就是特别呢 明显 这就是提示 腰背部有这个 机制 容易导致 腰肌劳损 还容易 疲劳 乏力 常见的 常见的就是 呃 腰酸背痛 甚至出现 这个肌肉紧张 呃 硬结结 如果是 手背上 这个青筋 比较突出的 有这个青筋的 朋友可以 呃 看一下 自己是不是平时 容易 腰酸背痛 腰肌劳损 容易这个 疲劳 还有我们的手掌上 我们的手上 嗯 某一个部位 出现了青筋 它都会代表 不同的这个 情况 不同的这个 疾病出现的 我们来一个一个的 来讲一下 好 我们看一下 小指 外侧 你看这个是 小指 小拇指 小指的 外侧 如果小指的 外侧 出现了 这个青筋 嗯 那么就是代表 先天 肾气不足 呃 小的时候 还 嗯 经常尿床 那长大了以后 同样会出现 肾脏方面的毛病 而且腰腿没劲 酸软 同样 如果是 这个小指 外侧 这个青筋 越长 越深 说明它的 病情是 越严重的 小指 小拇指 小拇指的 这个外侧 你可以看一下 你这里 青筋 是不是非常明显 这里青筋 比较明显的情况下 出现了青筋 大家不要对号入座 你没有出现 青筋 是非常好的 没有出现 就代表没有问题的 现在是 一旦出现 哪个部位出现了青筋 才会是有问题的 小拇指 小拇指这个外侧 出现了这个青筋 是跟肾有关系的 代表就是 肾气不足 好 再看 我们再看这个图片 这个是大拇指根部 大拇指 这里是大拇指 大拇指根部有青筋 那么代表 有心脏动脉硬化的 倾向 大拇指 大拇指的这个 大拇指的根部 这个是大拇指的根部 中间这个是 大拇指的外侧 如果大拇指的外侧 有这个青筋的话 代表这个头部的 宫血不足 经常头痛 头晕 经常头痛 头晕的人 这个大拇指外侧 就会有这个青筋出现 大拇指根部 这里有这个青筋的话 也是代表这个 心脏动脉硬化 有往这边这方面发展的 一个倾向 所以也是 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 这个如果有的话 一定要及时的 及早的预防 及早的去检查 好 我们再来看这个 大鱼记 大鱼记外侧 这是大鱼记 大鱼记的外侧 如果有青筋的话 代表心律不齐 心脏跳得快慢不一 有时会有这种 早脖呀 心肌呀 心慌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这个大鱼记外侧 这边是跟这个心脏 是有关系的 如果出现了这个心 青筋 就是可能有这个 心律不齐的这个情况 像这种情况的话 也是可以去做一个检查 能够检查出来的 好 再看这个 大鱼记底部 大鱼记 刚才我们说了 它是外侧 那这个就是大鱼记的底部 大鱼记底部 有青筋的话 代表体内 寒湿比较重 寒湿重的情况下 就会对我们 我们的心脏呀 还有这个关节 它会造成一定的影响的 你想你体内寒湿重了 有很多人 他会得这个关节炎 还有对这个心脏的负担 也会加重 所以都会造成影响的 而且还会伴有这个 腰酸背痛 关节疼 这样的一个症状 是在大鱼记底部 如果有青筋的话 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 我们再看 第三个这个图片 这个是大鱼记上 生命线内 出现这个青筋 在这个大鱼记上 这个是大鱼记 在这个大鱼记上 然后这个生命线以内 不要超过这个生命线 在这块如果是出现 出现这个青筋的情况下 这个就是跟你的体质有关系了 可能会有这个过敏 你可能是个过敏的体质 容易出现这个药物过敏 还有这个食物过敏 特别容易患上这个湿疹呀 或者是牛皮选 这样的一些皮肤病 所以如果你发现 自己的这个部位大鱼记上 生命线内 如果出现青筋了 最好能去检查一下 查一下这个过敏源 看看你对什么呀 什么东西过敏 特别是对一些食物 或者是花草 有没有这个过敏的情况 因为这个过敏 真的是很严重的 过敏的情况 发现了出现了 也是很严重 如果能及早知道 自己对什么过敏的情况下 能够及早的检查出来 这样能够预防 你出现过敏的情况 大鱼记底部 大鱼记底部有这个青筋 跟我说的太对了 看来你这个 韩式韩式挺重的 体内的韩式比较重 这个大鱼记底部有这个青筋 好我们继续来往下看 大拇指根部 大拇指根部有青筋的情况下 它只是代表会往这个 心脏动脉硬化的 这个方向去发展 这个就是你要去做检查了 肯定要去检查一下了 看看心脏方面的这个情况 平时有没有感觉不太舒服 有没有一些这个症状 并不是说你现在 大拇指根部有这个青筋 就一定有这个疾病的 只是说你会比别人 得这个疾病的几率大 也有可能是往这个方面发展 或者是平时 你看有没有自己 心脏方面有没有一些问题 比如像心率不齐啊 或者有这种心慌胸闷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 如果有的话 一定要去及早的去检查 到医院去做检查 像心脏方面你做心念图 或者是做这个心脏造影 这个听从医生的这个安排 去检查 好我们再看这个中指 中指手掌上部的这个区域 中指下部 手掌上部 就是现在图片上 我们看到的 中指下部 手掌上部 好 如果是这个位置 出现了这个青筋 因为它这个是属于一个 颈部的一个部位 如果出现青筋的话 就是代表甲状腺 可能会有问题 或者是有这个脉性咽炎 还有以及医生所说的 中医所说的这个霉核气 霉核气是什么呢 就是霉花的霉 我打出来吧 就是这个霉核气 霉花的霉 核桃的核气体的气 那主要是指的 也是烟布的不是 就是总感觉 烟布不舒服 然后总感觉 烟布有这个异物 所以如果这个 在这个部位 有这个青筋出现的话 可能跟这个 就是你的这个烟布 是有关系的 这个地方出现了青筋 也是代表你的 颈部经络不通的 一个标志 颈部经络不通 那有什么样的疾病呢 那肯定是颈椎病了 颈椎是不好的 好 再看第二个图是 中指的根部有青筋 中指根部有青筋 那这就不好了呀 这个就是代表了 可能容易的 这个脑动脉硬化 如果只是出现在 出现在靠大拇指的 这一侧 就出现在左侧 靠大拇指的这一侧 就是为左 那么表示 左侧脑动脉硬化 及网络 就是经络不通 就是比较严重 那头部左侧也是容易出现 不适的 如果出现在右侧 就是朝着小拇指方向的 那一侧是右侧 说明右侧的脑动脉硬化 即经络不通 比较严重 头部右侧容易出现 这个不适 如果两侧都有这个青筋 而且颜色是比较深 说明脑部的动脉硬化已经 非常的明显了 这个就不太好了 如果两侧都有这个青筋 而且颜色是比较深的话 说明这个脑部的动脉硬化 已经是非常明显了 好 再看这个食指 食指的外侧 食指的外侧 如果是有这个青筋 而且青筋是比较长 颜色也比较深 说明这个小时候身体是不好的 就是不好好吃饭 所以这个消化功能比较弱 营养不良 常常生病 体质也是比较弱的 食指的外侧 如果有青筋的话 只能说明你小时候 可能挑食不好好吃饭 所以那个肠胃的消化功能 比较弱 造成了这种营养不良 就是体质也是比较弱的 不是青筋 是紫色的筋 其实它还是青筋 只是你看着颜色不太一样 它不是说是那个紫色 它其实这个青筋 你怎么说呢 你看青筋 它就是咱们的那个血管 静脉血管 你可能看起来 这个颜色像紫色 但是它是统称为青筋 我们再来看这个 手指的中部 手指的中部 如果有青筋的话 也是代表这个 常常头痛 头晕 如果大拇指的外侧 也有这个青筋的话 说明从小就患有这个头痛 头晕 多数都是先天不足 造成了这个脑部的 工学少引起的 就是在你的中指的中部 中指的中部有这个青筋 你可以如果有的情况下 可能就是平时 经常头痛呀 或者是头晕 如果大拇指的外侧 也有这个青筋 也是说明就是 容易这个头痛 头晕 多数都是这个先天不足 就是脑工血不足 引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个就是我们通过 观察咱们手部的这个青筋 然后会出现的一些情况 小拇指的外侧呀 像这大拇指呀 还有这个大鱼记呀 这些部位出现青筋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出现 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还有包括咱们这个 手掌的这个温度 手感的这个温度 你通过跟你通过感受 这个手掌的温度 来判断出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疾病 还有今天晚上咱们分享的 这个半月横 通过这个观察半月横的数量呀 包括它的面积呀 还有它的颜色 来判断你的这个体质的好坏 包括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这个疾病 还有我们手指的这个指甲 通过观察这个指甲 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病症 那么这些呢是咱们今天晚上 这个直播跟大家分享的 由于时间的这个关系吧 咱们今天晚上呢就暂时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吧 咱们以后还会有机会的 以后的直播当中我会再准备一些内容 跟大家来去讲解 肝掌肝掌肝掌到时候咱们这个后面都会讲大的 大家不要着急 因为这个手掌上的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多 不一定我这一个晚上的分享就马上能跟大家讲完的 之后我们还会有这个安排这个直播分享的这个机会的 还会有这个时间的 还会继续跟大家去讲 所以有一些问题咱们可能今天没有讲到 但是可能下一期的这个分享当中 就会跟大家讲到的 所以大家不要着急 那也非常感谢 朋友们能够来到这个直播间 来听我的这个分享吧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 咱们今天的这个分享 就到这里吧 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因为我在课程中也一直跟大家强调 就是大家不要熬夜 熬夜非常不好 除了伤肝 而且你观察自己的半月横 也会发现时间久了 它真的会慢慢的消失的 我是不希望大家这个手上的这个半月横都消失掉 所以咱们养成一个好的一个生活习惯吧 早睡早起锻炼身体 营养均衡 生活规律吧 也希望大家每一个人都是健健康康的 就是我希望我所分享的这些东西 所分享的这些内容 大家在身上都是看不到的 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健健康康的 好的那今天的这个分享就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大家 感谢你们 咱们下期下一次的分享再见 拜拜